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前面有一部影片是XPG Xenia Xe的无声开箱 是我们最近重新尝试的影片类型 如果你打算买这台机器 就可以看看这台笔电的开箱过程 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完这部评测影片 而这次也非常高兴受到Adata的邀请 他们在上市前送来了一台XPG Xenia Xe让我们使用 我觉得这台笔电很棒 规格也非常对得起它的价格 如果最近有朋友来问我 要买文书类型的笔电 那这台真的会是我近期推荐的口袋名单之一 原价是38,900 但是开卖初期活动优惠价是27,900 首先看到Xenia Xe的规格 CPU是i5的 记忆体有8GB SSD有达到1TB的容量 那荧幕是1080P的触控荧幕 你可能会想说 类似这个价位3万左右的笔电 规格可能直接CPU就是i7了 或是至少也会是个i5配独显 没错 我在拿到产品之前只看到官网页面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当我实际收到产品 打开包装 开始使用这台笔电几天后 我发现它有太多在实际体验 还有细节处理的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是在这个价位内你看不到的 它不是常见那种2万块2万5千块的i5入门笔电 例如全机外壳使用铝合金的材质 而且机身本身也是CNC的工艺 在前一部长达40分钟的笔电选购经验中 我们有提到 目前市场上CNC的机种 大概只有在中高价位才会看到 所以当我看到不到3万元的Xenia Xe C件是CNC时 这让我非常惊讶 所以在整体的质感、扎实度 还有坚固性的感受是大大加分 而且整体机身的重量也控制得宜 标示也非常精确 实测1648公克 与官方标示的1.65公斤相同 整机的表面处理也有一定的水准 且相较许多铝合金机种 表面喷砂处理颗粒感会比较重 Zenia Xe的机壳 在大多Windows的笔电中 算是比较平滑的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手感的 第二个我想特别聊聊的 就是萤幕的转轴做得不错 不仅可以单手打开 整个打开的力道也非常平顺 阻尼的力量也足够支撑 起在低角度的时候不会盖上 大概开合一公分都还可以稳住 虽然我自己觉得触控萤幕 用到的机会不多 而且触控笔电没有配上够好的枢纽 就会造成触控时的萤幕一直晃 那就根本失去触控的意义了 但是Zenia Xe 是我近期看到触控萤幕 把枢纽做得蛮到位的机种之一 虽然它的萤幕大到15.6寸 但是手指去点按边角的时候 萤幕还是相当稳 让整体使用触控的感受提升 此外萤幕是真的可以180度躺平哦 那为什么说真的呢 因为有些笔电虽然也标示 可以到180度 但是实际躺平时 你会发现萤幕是无法跟桌面贴齐的 导致你真的如果要像这张图一样 躺平萤幕跟别人触控讨论萤幕上的内容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的萤幕就会变成摩斯密码电报器了 所以Zenia Xe网页这张图的情景 是真的可行的哦 而镜面触控层底下的面板 为京东方的15.6寸 1920x1080 16比9的IPS面板 约141ppi 官方标示亮度400尼特 色彩可以达到100%sRGB 实测萤幕亮度比规格标示的还要好上不少 中心亮度甚至可以达到460烛光 而目前我最常将这台笔电作为休闲看片机 因为它15.6寸的萤幕 比我现在是3.3寸的还要达上不少 而面板显色 却也又比我15.6寸的电竞笔电还更优 那音效方面整体算是清晰大声 那我建议要打开Intel的NUC Audio Studio 会感觉音效更棒 但以15.6寸的笔电来说 电音的确是少了一些 但是平常主要是看Netflix的美剧 那几乎都是口语对话 所以影响不大 萤幕左右两侧的边框也尽可能缩窄了 只有5.3mm 而上边框也仅有8.3mm 其中还包含了环境光源感应器 距离感应器 720P的摄影镜头 还有两个Windows Hello的红外线sensor 而且很特别的是 它的麦克风居然高达4颗 阵列在机壳的边缘 那收音也的确是蛮清晰的 追剧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续航力 虽然这次因为比较赶 我没办法做完 长达数天我们标准的续航力测试 但以最近使用下来的确可以感觉到它 续航力非常惊人 例如官方提到 在正常使用下拥有平均12小时 最高则达16小时的超高续航力 实际看Netflix 真的可以超过12小时 让我每剧一集一集一直看下去 即便看通宵 也没问题 其优异的续航力 我这次评测后 主要归纳有三个方面 第一它只有使用Intel的 i5-1135G7以及内带的显示晶片 因此省下了一系列 独立显示晶片所需要耗的电 第二高达73瓦小时的大电池 的确让其有更长续航力的本事 那73瓦小时有多大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要知道SPG另外一台具备 Intel EVO认证 可以达到9小时10小时的轻薄笔电 电池大约是53瓦小时 Xenia Xe大概就多人家37% 第三就是整机优异的电源管理 有些笔电即便也是这样 只有CPU没有独立显卡 或是它的电池也一样很大 但是电源管理不好 一样会很耗电 而Xenia Xe即便搭载到 这么高亮度面积这么大的荧幕 在我日常室内室外使用的情况下 能表现出优异的续航力 因此我认为 它在电源管理的残面 一定做了不少功夫 另一点我觉得很棒的 就是Io设计 虽然它不具备标准尺寸的SD度卡机 对我来讲会有点可惜 但这丝毫不影响 它作为大多数人日常办公的机种 像是我觉得很棒的 它两边都具备了USB-C 而且都是支援到Thunderbolt 4 两边都具备可充电的Thunderbolt 4 是相当重要的 像我之前就抱怨过 自己目前13.3寸的笔电 虽然也有两个Thunderbolt 但都在左边 所以当我需要或是我想要 从右边充电的时候 就会很智障 而且市面上依旧有许多新出的笔电 依旧是如此 所以 Zenia XE这种两边都有Thunderbolt的设计 真的是便利许多 其他常见的Io规格 像是左右两侧各有一个USB-A 皆为USB 3.2 Gen2 10G的规格 而左侧则额外有一个标准尺寸的HDMI 支援4K60Hz的输出 实测也的确可以达到4K60Hz 右边则还有一个耳机麦克风二合一的接孔 以及一个防盗锁孔 在左右两侧你还会发现对称的天线 虽然这几年随着科技进步很工程师的努力 越来越多笔电克服了金属外壳 让WiFi讯号不够强的状态 但理论上来说 像Zenia XE这样不被金属遮盖的天线在讯号上 能更好抵达到更高的稳定性还有速度 而翻到底部 其实采用了上下两条长条形的脚垫 而且后方脚垫相较常见样式 其实还高了不少 达到了4.35mm 而这种设计让单手在拿笔电的时候 手指就有更好的握持力 对于膝带上也是有加分 而且也提高了脚垫 让底部在那有更大的空间 当然整体机身就会放在手上会高一点 但是实际拿在手上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机身很厚 而机身整体的设计看起来也是中规中矩 四四方方的 但其实仔细看 可以发现它其实有点斜面 而在整机厚度的手感来说 前方实际测量约14.8mm 后方约15.2mm 相差仅0.4mm 但是在这么大距离的情况下 的确人的手势感觉不出来这个轻微的差距 因此就会觉得手感拿起来前后非常的一致 或许你有留意到 产品页面提到这是XBG和Intel共同合作开发的产品 的确可以感觉到这台笔电 它要作为Intel和Intel EVO模范的影子 除了在规格上当然有支援Intel EVO 也就支援了Soundboard 4 但是它的Soundboard 4是左右两边都有 那当然还有Windows Hello 还有WiFi 6等等这些规格看得到的东西 规格看不到的东西就是实际的使用感受 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 也就是前面讲的这些非常有看点的特色 而与Intel自家推出的NUC M15不同之处在于 Xenia Xe它的frameware是客制化将PL拉到40W的 因此CPU的效能表现还会更好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实际效能表现 CNBench R20当中总分达到2338分 主要的功耗会在40W左右 那峰值有看到45W 如果是单核的话大概在20W左右 CNBench R23总分达到5632分 而在3DMark Time Spy当中得分为1516分 在File Strike当中则达到4292分 最后是PC Mark X 分数为4717分 第11代笔电处理器 相较上一代已经有显著成长 而Xenia Xe以i5-1135G7这颗处理器来说 有这样的分数发挥其实相当好 这样的效能对于平常文书上网 简单绘图或是像我一样耍费看美剧 都是杀气又扭到了啦 当然当效能满载风扇高速运转时 不免也会有风扇升 这也是Windows笔电的正常情况 可以从正面的键盘上方孔洞 感受到气流穿过手指的感觉 而C键和D键这些散热孔洞的架工 也处理得相当到位 因为我有不少经验就是更高单价的精品笔电 虽然它也是CNC的 但是在这种机壳上的孔洞 就可能还会有一些毛边 反倒是ZEMIA XE都还蛮顺滑的 不会刮手 另外也提醒大家 影片中看到的拍摄画面 剑帽是全英文的 如果你需要中文注音苍结也请放心 实际在台湾贩售的版本 都是会有中文注音跟苍结的 记忆体容量为8GB 唯不可升级的LPDDR4X SSD则支援PCIe Dream4百负的规格 出厂搭载XPG GAMMX S50 Lite ETB 不管是容量和速度 以现在来说都是笔电上相当好的甜蜜点选择 小细节是 在D键里面也可以看到厚度足够的导热铁片 帮助散热 如果你觉得3000-4000Mbps的速度还不够爽 以后也可以像是换到同系列的S70 Blender 速度就可以飙到7000Mbps了 虽然这台笔电的续航力很长 也足够我一天在外活动使用 而且两边都是Thunderbolt支援100W的充电 但是个人出外通常还会带相机 还有两三部手机还有更多电子产品 所以通常会带自己瓦数更高的充电器 但是Xenia XZ随附的电源供应器 也是值得夸奖的地方哦 因为它做得非常小巧非常方便携带 可以看到它是一颗非常小的65W USB-C的电源供应器 由全汉制造 采用体积比较小的C6接头我觉得还不错 线头虽然不可更换 但是SR的部分也有做L型的转角 这样收线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伤到线了 是非常实用的设计 这台机器整机台湾保固两年 也可以升级到Windows 11 XPG Xenia XE整体设计 不会给你很强硬的电竞感 反而非常贴近XPG给这台笔电的名称 Lifestyle Ultrabook 我在使用后也非常认同这个定位 不管是作为生活娱乐 或是办公文书取向的笔电 尤其在15.6寸这么大萤幕 有73Wh的大电量 还有CNC的机壳 却又能压在1650公克的重量 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 规格对应到价格已经很有CP值了 加上有很好的做工 还有很好的使用体验 更是锦上添花 因此我会给予这台笔电蛮高的评价 影片内容制作不易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